很多人想看华为口碑最好的手机 今天它来了 今天我就拆解手里的台华为Nova 5 Pro 带你看看大家都说好 它是不是真的好 安排 打开后盖 石墨贴纸的下方就是它的电池 Nova 5 Pro配备一块3500毫安时电池 生产商为华为技术日本注视晦色 电池容量虽然不算大 但支持40瓦超级快充 充电速度非常快 电池的上方就是它的NFC天线 刷公交刷门禁全靠它 取下边框 Nova 5 Pro的内部整体做工相对一般 比较华为P系列和Mate系列明显逊色不少 后置四色分别采用4800万主摄 支持光学对焦没有光学防抖 1600万广角定焦镜头 200万像素景深虚化镜头 以及一颗200万像素微距镜头 后两个镜头均为定焦镜头 个人感觉实用意义不算太大 主摄传感器为索尼IMX582 虽然没有光学防抖 但日常使用基本够用 前置方面采用单颗3200万像素 水滴屏前置摄像头 由于摄像头和听筒开孔距离过于太近 导致灰尘容易从听筒网进入前置摄像头 虽然出厂时加装了防尘胶圈 但依然存在镜头进灰现象 取下主板 为了确保散热 在处理器和中框之间处有导热硅脂 取下主板屏蔽灶 下方芯片的下层就是它的麒麟980处理器 采用7纳米制程 功耗和发热控制的比较不错 上层则是由三星提供的8GB运行率纯 顶部芯片则是由美光提供的128G散唇芯片 这套配置怎么样 我们直接通过跑分测试 安兔兔最终得分40万 单从分数来看 性能接近高通骁龙855 不追求大型游戏 日常使用完全够用 机身底部是它的单个扬声器 外放效果相对一般 尾插小板下方则是它的嗡嗡嗡振动器 最后是它的屏下感光指纹传感器 实际体验解锁效果相对一般 屏幕方面采用了一块6.39英寸OLED水滴全面屏 分别率为2340x1080 通过显微镜下观察 屏幕像素排列方式为三星RGB钻石排列 但官方宣称为国产京东方屏幕 显示效果还算可以 但后期维修成本较高 正因为采用OLED屏幕 也使着Nova 5 Pro的整机厚度 仅为7.4毫米 促使它成为华为同级别机型当中 最为轻薄的机型 华为Nova 5 Pro19年6月份上市 至开卖起销量一直非常不错 凭借着在同价位机型中 配备麒麟980处理器 OLED全面屏 以及40瓦超级快虫 深受广大花粉们的喜爱 好了 手机表面好不好 你去看广告 手机真正好不好 关注我 但你由外 看到你 感谢观看